好,回來了 有些網友說很疼 我想知道大家剛才聽的那一節是否真的很疼 有些網友說在香港聽跳得很厲害 我真的不知道為何會這樣 因為如果是節節目 裡面有些東西不清不楚 很多時候是很多人一起說有問題 現在不是很多人說有問題 現在是一兩個人說有問題 希望大家告訴我其實是否正常 其實我的理解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他就說是化學老師那一節很疼 其他網友沒事 如果你聽到很疼的話 其實很可能就是要再改一改手機的設定 那些東西 NEOK一直都很正常 我不知道為何會這樣 有些網友就告訴我是很疼 現在是正常的 其實我看到是很正常的 我看到就是那個 串流的直數OK 其實就沒有問題 當然 你說是否完全百分百沒有問題 不是的,我有一個警告 我看到Youtube給了一個警告 但是那裡其實我是控制不到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只能夠理我那個電腦 去那個直播系統 然後直播系統在Youtube那裡 那個網速我是管不了的 我也要告訴大家 這個沒有辦法 這個直播系統是越來越多問題 烏克蘭老闆都不知道搞什麼 這個老闆是烏克蘭老闆來的 所以曾必詩之前有些節目 他被人...不知為什麼 他最初設定了一個暗框 一個支持烏克蘭的暗框 他原本的設定就是 你一定會顯示出來的 那個暗框 當然我之前是改了 那個暗框是 搞到他看不到 曾必詩之前有些節目 那個暗框就發了出來 就像我剛才開了一陣的暗框 那個暗框 他是要自己關掉一次 才會關掉的 其實就是這樣 不知道是不是關掉的那些人 他就... 那些網速特別慢 我也不知道 因為曾BC他之前就說沒什麼問題 那小龐下有兩部手機都是這樣 有時候會跳了出去Youtube 我又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真的... 有些網友說沒有問題 完全沒事 好了 那... 那... 其實不關我的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如果你聽到很適合 有網友說很適合 那...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 很有可能是... 網絡的問題 可能大家都有網絡問題 那... Mr.SlowMT就說 我 restart了都跳針 每五個字跳一下 那... 那我就不知道了 那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希望... 希望你處理得到那個問題 那... 那... 莫叫姐姐就說 真BC直播都有問題 可能就是關掉那個... 烏克蘭框 不知道... 嘗試打開一下 烏克蘭支持他們的框 會不會... 直播會好一點 那... 其實我不是支持烏克蘭 我先說一下 我是支持和解的 那... 我不是偏探烏克蘭這一方 但是... 他這間店的老闆 就是... 就是烏克蘭人來的 那... 那... 空威斯就是偶爾 食吊一兩個字 那... 不好意思... 這個... 我們都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我... 那個網速接到去... 他們那個直播系統 是正常的 是正常的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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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Jojo 又說 我們不會的 所以我相信他大堆東西 是沒有空 真的... 大堆東西沒有空 現在都是不行 我都說不行 我現在開了他的... 那個... 框 烏克蘭框都是不行 那... 就不理會他 不開了 其實... 為什麼那個直播會 經常都有問題呢 其實就是那個直播系統 那個直播系統 可能我們最初用它的時候 我們最初選它來用的時候 他就沒有那麼多人用的 然後他越來越多人用 結果就搞到我們... 就... 一負都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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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網絡是不行的 那麼... 朝鮮他又射東西 但是... 都要跟大家說 沒有辦法的 朝鮮呢 他們現在對韓國和美國 就是做這個... 軍演他有很多不滿 他是持續去做的 這個... 我也明白為什麼他們會這樣做 那麼... 以前... 有一天... 朝鮮就射了10顆導彈 那一次是最多的 那麼... 那麼... 韓國方面有沒有射回 是有 有射回的 那麼... 他們都有計算到一條數的 就是射的那些導彈 那個落點呢 就不會... 那個領土或者領海的 他們一定是... 就是在公海那裡落的 那... 你說... 不是啊... 現在... 朝鮮他射這麼多 會不會... 很大問題啊 這樣... 那... 我的看法就... 沒有什麼問題的 就是... 他們喜歡射就射 我的看法就是... 因為... 其實大家都知道 一打仗都很麻煩 因為... 朝鮮是有核武的 就是... 如果... 不幸運 就是... 朝鮮打一失利的話 他是一定用核武的 就是... 好老實講 那麼... 大家知道有這個可能性的 大家射一下就算了 其實就... 就是... 美國也射一下 嗯... 就是... 韓國也射一下 朝鮮也射一下 那... 大家射一下 不要射到人 那就算了 其實... 這個是... 我認為是一個表態來的 就是... 在朝鮮那裡射幾顆 其實... 我覺得一點都不奇怪的 但是... 韓國方面 現在那個... 評論呢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的 如果我說錯 希望... 祖祖尼可以更正 因為我們看到的情況 就是... 韓國有很多人 就覺得... 你很... 朝鮮是不是兄弟來的 就是... 本來是同一個民族的 有什麼理由 我們死那麼多人的時候呢 因為在... 尼太原那裡死了很多人 還在國喪期間 你還搞這些事情 就是... 你搞這些事情 其實就... 不適合的 那... 西方的觀察就是這樣說 就是... 講一下金將軍呢 其實... 為什麼在這裡亂射射呢 其實就是... 呃... 要... 吸引西... 那... 好啦... 回來啦 就是... 那... 金正恩他... 當然是射了很多東西上去啦 那... 大家重複說一次 之前可能說過的 有重複有遺留呢 大家... 都是說他不好意思 因為... 之後呢... 精選折錄呢 我就會... 折錄他 那... 那... 金正恩當然... 現在呢... 是射了很多東西 那... 南韓方面的... 或者韓國方面的民眾呢 當然是很不妥啦 就是國喪期間啦 尼泰元那件事過了 不久呢 你就這樣射了 那... 有些分析就是這樣的 就是... 這個是... 英國方面那些人的分析啦 就是... 就是... 現在... 金正恩呢 其實就... 希望吸引美國的... 注意... 啊... 其實... 也不是純粹吸引美國 其實也是吸引西方的注意啦 其實... 嗯... 他射的東西呢 每一次... 金正恩射呢 其實... 都是影響到... 嗯... 就是... 美國的盟友 就是日本啊... 嗯... 韓國啊... 這些呢 其實是最受影響的 因為... 之前那些導彈呢 就是... 嗯... 就是... 一射上去之後呢 就... 掉了進去... 日本海啊 有些呢就經過日本領空 之前就試過一過的 那... 那... 就是... 嗯... 嗯... 現在... 日本那些人其實都是很不妥的 為什麼呢 就是說你不警告的時候呢 你就在... 周邊射導彈 那... 其實這樣不是很好啦 還有... 你要有人猜呢 究竟那個... 導彈會在哪裡... 掉下來 這些我沒有準備過 剛才有些網友提起 想說這個... 金正恩啊 我才會說的 所以... 有些事情呢 如果說得... 就是... 不好啊 或者一些資料不對啊 那我都... 就是... 說聲抱歉啦 那... 其實那個... 現實的情況呢 就是這樣的 就是... 金將軍他... 現在當然是... 趁著美國的... 中期選舉呢 就是想拿一些... 嗯... concession 我認為是 就是你起碼都要吸引... 到拜登的注意 那... 但是... 拜登其實就... 完全沒有理會他的 其實就... 那... 那... 你說... 朝鮮他會不會再做其他事情 那... 他可能會做些大型的核試驗 或者在... 就是... 太平洋... 做一些... 就是遠程導彈試驗啊 或者... 兩樣都有的... 的情況 那... 那... 這個... 做法當然... 就是... 看起來當然是不太妥了 就是... 但是... 就是... 平讓他們... 那個... 做事的方法呢... 嗯... 有些不妥的 就是現在...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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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分別 就是... 最初金正恩呢... 他做的時候都沒有... 那麼誇張的 就是金正恩做這些事情呢... 這個問題呢... 就是... 不是那麼大 但是... 那... 就是... 現在那個... 情況當然是變得很複雜啦... 那麼... 還有就是... 韓國方面... 日本方面... 就是... 現在... 基本上... 是不太理會這個招先的 你看得到 那... 那... 他們那些導彈是... 怎樣呢... 其實他... 就是... 那些導彈... 他射到太空的時候... 那... 他射到太空的時候... 那... 那麼... 那... 他射到太空的時候... 那個彈頭要分開的... 要離開那個火箭... 然後呢... 就要再有一個... 就是... 有推力的引擎... 將它推回到地球那裡... 那... 其實... 那... 那... 這些導彈呢... 就是... 長程的洲際導彈呢... 是要... 承受到... 穿過大氣層的... 那個... 熱量和壓力的... 那... 那...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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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那個... 那個... 太空計劃呢... 就是... 令到西方那麼緊張的那些呢... 就是... 因為... 其實... 做太空的事情呢... 跟... 做導彈的事情是有密切的關係的... 那... 就是... 如果你的... 那個... 太空科技是可以的的話... 你的導彈科技呢... 又會提升一個水平的... 其實就是... 那... 那... 現在看得到的情況就是... 那... 金將軍他的... 那些... 導彈技術呢... 其實... 有些... 柔柔地... 因為... 他的技術呢... 不是說... 很完整的... 就是... 他... 有些... 在... 就是... 高軌道上... 飛行的... 就是... 譬如... 去到大氣層2000公里這樣... 接著呢... 就... 急降... 那... 你說... 是不是試遠程導彈呢... 其實就... 不知道... 那... 看上來... 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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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導彈試驗呢... 是有些失敗的... 那... 就是... 如果你說... 嗯... 那... 射東西去... 韓國和日本... 可以不可以... 其實他們的技術就肯定做到... 但是... 現在那個... 操作呢... 看得到... 他們就不只是想射到去... 這個... 日本和... 射到去韓國... 他們要再射遠一點... 但是現在他們都不斷在測試... 就是... 這個招仙就是在做這件事... 就是在做... 那些... 那些... 舟制導彈的測試... 那... 如果你說... 招仙他只是嚇一下日本仔而已... 就是... 隨便嚇一下他而已... 不是說理真的... 隨便嚇一下他而已... 那... 其實... 這個說法呢... 就... 不是很妥... 如果... 他打算只是嚇一下日本仔的話... 其實... 很老實說... 他這樣是嚇不到人的... 就是日本仔... 他們... 有一個操作呢... 就是會令到... 他們那些... 民眾... 更加是... 憎恨朝鮮這個地方... 那... 整件事是... 很不妥的... 就是我認為是... 是... 不妥到不得了...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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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件事就是... 現在那個... 就是... 台灣地區那裡... 發生著的... 事... 就是... 有些人就會跟... 這個... 朝鮮那裡串在一起... 尤其是在日本... 日本那些人一定是串在一起的... 就是他們... 就會說... 這個朝鮮射這些東西是中國授意的... 其實當然肯定... 其實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 不是... 跟中國有關係的... 就是... 有些人說跟中國有關係的... 我經常都說... 不關事的... 就是中國都控制不了... 金將軍做什麼... 金將軍他是... 就是... 獨立個體來的... 他喜歡怎麼搞就怎麼搞... 其實... 沒有人控制到金將軍的... 這個世界上是... 就是... 金將軍他... 做很多事情... 基本上呢... 都是... 嚴格來說... 某程度上... 如果你說他... 有人控制到他... 他就是失控的... 這個人是... 就是我這樣說... 當然... 可能有些人很不妥... 但是... 沒有辦法... 現實就是這樣... 我們都只能夠說... 現實就是這樣... 你... 現在看到的情況就是... 日本人... 他們的宣傳... 就很簡單... 就說... 台海的危機... 和朝鮮現在的危機... 是一件事來的... 因為中國和朝鮮是盟友... 所以... 朝鮮一射這些導彈... 日本就會右向右翼... 傾斜的... 其實... 現在... 最大的問題... 我經常都覺得... 就是... 朝鮮在這裡搞這些事情... 其實他對中國的負面影響... 其實很多... 近這幾次來說... 其實... 他這樣射... 對中國有沒有好處... 我認為... 對中國有一點好處都沒有... 但當然... 有些人又不是這樣看... 有些人又說... 不是啊... 中國有好處的... 但是... 我完全看不到... 就是... 朝鮮他這樣射... 對中國會有什麼好處的... 因為... 台海那裡的緊張局勢... 其實已經影響到其他事情了... 就是... 其實那個情況有... 也是不妥的... 那... 金仔他這樣搞... 那... 其實... 有什麼... 這個想法呢... 除了... 是引起... 這個... 拜登主義之外呢... 其實... 他也是想著... 就是... 震懾一下... 日本... 和韓國的... 我認為是... 但是... 現在的效果呢... 就是... 識得其反... 現在發生了什麼事呢... 就是... 日本呢... 就加大了... 他們向美國的軍購... 其實就... 是加大向美國的軍購... 另外... 現在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韓國... 也是... 記得走... 現在日本... 他們... 還有一個理由呢... 就是... 有提議... 他們日本政府... 未來十年... 國防預算升一倍... 買一些遠程打擊的武器... 可以射到去朝鮮... 這個是日本... 出現的情況來的... 還有... 日本又... 現在繼續在這裡說... 要廢除和平憲法... 要... 重新... 武裝起日本這個國家... 所以... 整件事就... 當然是... 大埔領落... 整件事是不妥的... 是... 很嚴重的問題來的... 其實... 就是... 日本仔... 他本身已經軍國主義了... 就是... 本身軍國主義的地方... 你還要... 給他藉口去推進... 他的軍國主義情緒... 你說... 朝鮮他做了什麼呢? 我... 我這樣說... 當然... 有人會很不妥的... 但是... 我都沒辦法... 我都講過事實... 朝鮮他這樣搞... 其實... 對中國來說... 一點好處都沒有... 而且... 還有很大的... 負面影響... 現在看得到的情況就是... 他們這樣搞... 自己... 的目標又推進不到... 結果... 就搞到整個地區... 都是不妥的... 那... 就是... 日本他... 現在他放棄的... 和平憲法的呼聲很大... 那他... 為什麼要這樣做? 其實... 他一直都不承認... 異戰是... 他們打輸的啦... 其實... 那情況是... 其實... 他們是這樣的... 他們就覺得... 我們... 就... 輸了給美國佬啦... 就是美國佬原子彈... 那... 就是... 所有美國佬盟友... 應該是他的看法... 就是他的角度... 所有美國佬盟友... 那... 其實... 我沒有輸過啦... 那... 為什麼還要... 就是... 不可以有軍隊... 不可以做一個正常的國家... 呃... Ritter Ho就說... 亞洲會有戰爭的可能性很高... 其實... 最大的... 不穩定因素... 不是在中國那裡... 其實... 中國已經是... 就是... 盡量引讓... 很多事情都... 國家是很引讓... 是... 很多事情根本都... 不想理的... 就是... 都是要搞定自己... 就是... 國內的情況... 就是... 國內其實現在的經濟都不太好... 現在有很多精力都是放在... 就是... 搞定經濟那裡... 那... 那... 很荒謬...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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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kCY就說... 正向這邊問題... 魔向那邊... 就... 都沒有聲音... 其實... 兩邊應該是一樣的... 那... 我都沒有辦法... 就是說... 不好意思... 我是註不過... 去直播那裡... 現在... 大家還跟她說... 就是... 我的... 互聯網有問題 其實有時候我看到就很生氣 明明我其他服務是沒有關係的 他突然之間就說是我有問題 其實真的很慘 有時候就是看到這樣 CAM CAM 他有留言 我也想讀一讀 他就說 根本日本軍國主義的陰魂從來都不關 這個是沒有辦法的 這個情況就是很麻煩 輝亞人類美軍共同體就說 北韓就好像為美國在做事 當然是 北韓或者招先他們做的事 當然是有點挑釁性 但是他搞到整個地區的不穩定因素大了很多 而且日本人是順著來做的 這個是很麻煩 Stella Im 就說這個是算網絡欺凌客戶嗎 我不知道 我現在就馬上小爆他 因為他不斷在發短訊來滋擾 他是很麻煩的 說真的 我已經不想跟他說 因為這個系統 其實我很老實說 如果有辦法 我會馬上不用 我跟大家說 這個系統根本沒有用 不好意思 因為我不想這樣說 我是生氣到不得了 因為今早這個系統已經搞到我出了很多問題 還有他現在就是把責任推在我身上 就說你這個互聯網出問題 好了 那麼 空威斯他就說 一個巴掌拍不響的 穿個和服出街都有 可能是 要命都不補 那你 讓外面的人怎麼看 你自己想想 其實就是這樣的 國內有些事情是走得太極端的 有些事情實在是太極端 是極端到不得了 有些事情我認為是不適合的 但是 國內有些民眾的情緒我也是理解的 為什麼國內民眾都有情緒我都明白 如果說國內人有情緒完全不對 我又不敢這樣說 他一定有一些問題 那麼 也多謝你 Happy Wonder Tam Ken就問 富士康現在的情況 昨天說了 富士康那裡 其實現在有另外一單 休息一會兒回來我們再說吧 好嗎 因為現在的焦點已經不在富士康 現在已經去了蘭州 待會我們休息一會兒回來再說 說到這裡差不多了 休息一會兒 多謝 太極端 太極端 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